欢迎收听日日之声 中日双音广播节目 Hibi no koe bylingar podcast e ようこそ 大家好 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每周会带来几则与日本有关 轻松有趣的中日双音话题 欢迎收听日日之声EP946 你今天有美轮美奂了吗 这周在台湾掀起的美轮明红桌布之乱 那么开始啰 今週中台湾のSNSで 黄色い背景に助走している 男性芸能人の写真を よく見かけませんでしたか 噂によると 三輪昭博さんの写真を スマホの壁紙や待ち受け画面にすると 幸運を招くようです 現在韓郷優の顔に変えられた ミームまで出てきて 韓郷優のファンの専用 金運アップの画面だ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そして芸能人が自分の顔を 三輪昭博さんの写真に貼り付けて 仕事の運勢を上げようとしています 这周大家在台湾的社群媒体上 是否都有看到一张黄色背景的 日本男一人女装照呢 大家都说只要换上美轮明红的照片 当手机桌布或者是待機画面 就可以招来好运 甚至出現延伸的迷音 把脸套換成韓国瑜的脸 笑說是韓粉专用的招財桌布 或者是藝人們將自己的臉 披在圓滿的图片上 祈求活動的順利 今回のブームの主人公三輪昭博さんは 日本のベテラン芸能人です お姉の大先輩で 若い頃は補修的な日本社会で 自分が同性愛者であると カミングアウトした珍しい芸能人です 三輪昭博さんは長年定番の金髪で いろんな番組に出演しており 2012年に紅白歌合戦の初出場で 最年長の記録を更新しました その後4回も紅白に出演しています 而這次事件的主角美輪明洪 她是日本老牌藝人 而且可以說是男大姐風格的大前輩 在早年較保守的日本社會中 少數公開出櫃表明自己是 同志身分的藝人 美輪明洪長年來以誇張的造型 穿梭在各大的節目當中 2012年首次登場於紅白 就寫下最年長初登場的記錄 並且共四度登上紅白演唱 あくまで日本の都市伝説ですが 定番の黄色い写真は金運 ピンクの写真は恋愛運 紫色は健康 青色は仕事の幸運につな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最後にプレミア版として 美輪昭博さんの若い頃の 白黒写真を使うと 全方位運勢アップ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原本源自日本的都市傳說 除了基本款的金色招財 粉色的桃花運 還有紫色的保健康 藍色有助於工作運提升 最後使用美輪明洪年輕時的 黑白特別版 就能得到全方位的加持 皆さんは今週中台湾で起きた 美輪昭博ブームに乗れましたか? EJはすでにスマホの待ち受け画面を 美輪昭博さんの写真に変えましたが 今年の忘年会で 大きい賞が当たりますように 關於本週蜂蜜 全台湾的美輪明洪之乱 你有跟上嗎? EJ已經將他手機待機画面 以及桌布都換上了 希望今天尾牙大獎 能夠順利抱回家囉 這一週真的是 整個社群媒體席捲耶 到底是誰開始的? 是初全耶 就是有一個台灣的圖文作家 就在好像是在他的限動上面 然後就是分享了 這個日本的都市傳說 然後就有人開始 換了手機桌布 然後有人換了之後 就開始回報 就是誒 真有效耶 5號 怎麼馬上就簽了一個單 什麼之類的 馬上業績就進來 然後一個傳一個一個 傳一個 然後就病毒式而散開 然後就變成 有點找不到源頭 是誰第一個開始的 因為我去查 日本這個都市傳說 是真的有 很久了 對 很久了 是那個還沒有 是智障型手機時代的時候 最後的都市傳說 那智障型手機要換在哪裡啊? 電腦桌布 就是智障型手機啊 喔 這種 小小的液晶螢幕 對啊 那種 譬如折疊的那種的啊 喔 是喔 對啊 所以一開始是在那個時代就有 對 從那個時候的法力就有了就對了 對 呵呵呵 所以就台灣其實晚了十年左右 對 好 那我們跟上了 有跟上 那如果是有在看YouTube的民眾的話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手機 我桌布跟Hika桌布也是換的 呵呵 我的待機畫面呢 是工作運藍色的美輪明紅 我沒有我全部都是金色的 你都是要錢就對了 對 我要錢 所以我應該要換成黑白的 就是我全都要這樣子 所以這張圖真的是好 好刺眼喔 真的 呵呵 麻布系 對 麻布系 就是它的那個聖光嗎 它的那個光芒 直接籠罩在這邊 然後就是 其實我們這一 這一篇音檔上架的時候 其實已經不新了啦 對 大家可能已經聽到膩了 但是 而且很多粉專都開始分享說 美輪明紅的生平啊 她的人生故事啊 她的大小事 所以我才 在那個文檔裡面 把她的就是 原本要介紹她的生平 跟她是怎麼出生在哪裡啊 然後一些工作的就拿掉了 我想說大家早就看膩了 對 然後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她到底有什麼神力 對 然後呢 Pika就找到了一個文章 她居然 是 就是 是我完全沒看到的消息欸 好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她是有神力的人 對 她有神力 而且她看得到那些 呃 靈體嗎 靈體 對 她是真的看得到靈體的 嗯 這個人 她自己說的啦 嗯 然後她就說 她以前就是因為就是 她一直可以看得到 她覺得自己覺得很煩 對 然後就是跟神明說 可不可以讓我不要一直看到 然後之後神明就變成說 要神明有指示 她才看得到 就是神明需要她看得到的時候 她才 她的眼睛才會打開就對了 對 對 對 然後我就聽到這個故事 我就想說 欸 這個是 是像一個開關這樣子嗎 就是欸 你這個天眼的功能 是可以欸 拜託拜託啦 我不要再看到了 然後就關掉 好像是這樣欸 然後很多那個 他們叫做靈能者 對 雷能者 對 就說 她這樣子是在 這個靈界算是能力很高的人 就是可以切換 對 而且是神明 那別人讓她切換 嗯 不是說她自己強制把她關掉 或者是什麼什麼的 然後她以前 以前有自稱說 她是天草四郎的轉身 其實我不知道天草四郎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去查 嗯 天草四郎就是以前 好像幕府時代的時候的 一個基督教徒 可是幕府時代不是就是 禁教嗎 對啊 他們會殺 他們會強迫你踩那個十字架嘛 對對對 你有如果有看過大和劇的話 對 反正基督教在那個時代 是被禁止的 然後被迫害的一群人 對 然後天草四郎是基督徒 嗯 然後他也是被稱作神之子 這日本的神之子 在基督教徒當中 被稱為神之子 因為他可以走在海面上 然後還可以讓盲人女孩 恢復勢力 他日本耶穌基督 我第一次聽到 天草四郎 對 他就說他 他以前啊 以前曾經自稱自己是 天草四郎的轉身 嗯 所以美倫明宏 以前是打著這個名號 在外面走跳 對 然後後來到晚期 他有上一個 中居正廣的節目 叫做Kinmasu 嗯 我也不知道 嗯 然後就是有一集 你是專門在做這種 林 林 雷農俠 聚在一起 的 的專題吧 然後也有請那個林 林界老師 林梅大師 來上節目 然後 梅倫明宏也有上 嗯 然後那個老師一上節目 直接 開頭就說 你根本就不是天草四郎的專身 所以那個老師其實是 真的有能力的嗎 應該是吧 一看就說你這個 都要 就說你的前世裡面 沒有天草四郎 這樣 哦 他是可以直接這樣子 他都 好像可以耶 他們那些零 嗯 可以感應的人 好像都看得到耶 他們講這種話 不用付代價嗎 我不知道 對啊 好神奇喔 所以反正他就在節目上 被戳破了 這件事 然後他就直接承認 他就說他當時是因為 對 他真的不是 嗯 是因為他當時不紅了 所以想要靠 太想紅了 靠這個去引起話題之類 所以他有成功嗎 有啊 他是不是天草四郎的轉世 其實有真的成功在業界走跳 有啊 有啊 是啊 我真的是 這個真的是 除了你之外 我沒有看到有別的粉專 在講這件事 所以曾經美倫明紅 在迷惘的時候 也曾經想要靠著說謊 他是以前不叫美倫明紅 他叫什麼完山明紅 他是 其他的名字 他是因為那個 很 那個作家 把那個大文豪自殺之後 他才改名 喔 真的嗎 叫做美倫明紅 他原本叫做 他原本叫做什麼 完山嘛 完山明紅 完山明紅 嗯 對 然後他是 那個作家叫什麼 那個 三島遊記夫 對對對 三島遊記夫 為 就是 曾經在三島遊記夫自殺之前 有送他一束玫瑰 嗯 然後 他收到那一束玫瑰之後 那個三島遊記夫就自殺了 然後 從此之後他就改名 但這個這個消息是維基百科上面寫的 嗯 有很多地方有說他們兩個有戀愛關係 就是曖昧關係 對對對 他曾經有出演過那個 三島遊記夫的電影 嗯 然後演女裝嗎 我不知道 嗯我有看 年代太久遠了 對太久遠了 我根本就沒看過 然後我們剛才就是在錄音之前 我們就是看了一個他YouTube的訪談吧 就是在講他的那個人生觀 就是他就是 呃如果大家最近有在follow他的粉專 就是 他們不是會講他的生平嗎 嗯 他就是 有講到說他是廣島出生 欸 長期 長期出生 嗯 那長期不是被丟了 他是有經歷過被 轟炸的那個 的現場喔 的現場 嗯 然後他在那個訪談的時候裡面 他就說 他那一天在 剛好在戶外 在畫畫 在畫畫 然後他就是 天氣很好 但是突然看到像打雷一樣 他以為是打雷 對他說原本都沒有什麼聲音都沒有 對 然後很安靜 然後想說怎麼會有雷聲 對 天氣這麼好 然後就看到閃光嘛 然後透過 再看到閃光之後 過幾秒啊 然後不是就有那個 爆音 嗯 爆音 然後他整個 他好像火災還怎麼樣 他好像有燒傷 對 他就說有燒傷 所以是這麼親眼經歷過原子彈的這個人物 我真的覺得超爆酷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很酷的 就是我看到另外一個消息 就是他爸爸是在鍋油裡面開咖啡廳 有 在鍋油耶 他們都說是咖啡店 對啦 可是是 紫色的咖啡店 嗯 嗯 就很酷耶 他就在那個 我們YouTube找到那個節目上 就分享 他領悟到的一些道理 對 那個咖啡店領悟到的一些道理 嗯 很 該怎麼講 很有智慧的一個 老人家嗎 嗯 然後就是 我不知道耶 我真的覺得他有散發出一種 能量嗎 我真的講 真的有神力 不知道 我現在信者很信 信者很信 我現在就是這個桌布跟這個待機滑 沒有這個換起來 我下禮拜 看會不會 尾牙 看可不可以抽個五萬塊回家 這樣子 我就先 先待機個兩個禮拜 這樣 啊如果有抽中的話 我就在粉絲 再跟大家分享這樣 嗯 所以這禮拜真的超多人在用 然後 不是就是 除了我們兩個之外 結果還有很多人 把自己的臉就一劈在上面 大家如果有需要我們 就是資深的 財力滾滾圓圓圖的話 可以私訊跟我們說去 欸 我跟你講 Hika劈的那張圖 我會想說誰要啊 誰會去用圓圓圖 結果Hika的粉絲 他居然跑去私訊Hika說 這個他還射成手機桌布 然後還截圖 然後給Hika看說 欸 你看我射成我的手機桌布 這個是我的傳家之寶 好好笑 他們真的很膨脹 所以就是 現在在日本 在有一個某個 日本歐吉桑的手機桌布 有我的臉 有我的臉 Hika的臉 然後背景是美倫明紅的 的那個金光閃閃那個樣子 好 如果大家有需要 歡迎私訊索取好不好 我們高清版 無料下載 希望大家如果換了之後 考日檢之前換啊 阿看會不會聽力 稍微進步個兩分這樣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美倫明紅曾經有出現在什麼作品當中 你是說他 喔 他其實很多期耶 因為他除了唱歌之外 他唱的歌的類型是叫做香爽 就不熟 很 該怎麼講 很浪漫 很法國的那種 有點像歌劇感嘛 有點像舞台劇的那種感覺 我有點進去幾部影片看 然後就是那種很 我覺得他好熟 然後 欸 你有看到他黑白的照片嗎 超飽帥的 年薪時的照片 超帥的 沒有扮女裝的時期的 很像模特兒 你知道嗎 很像那種日雜 50年前的日雜 潮到不行 放英國的雜誌 你現在看來是覺得他帥 對 他真的 五官真的長得很好 精緻 對 很精緻 好 那他其實除了是歌手之外 他其實還有 像我們剛才不是有說 他是有出演電影 叫做黑蜥蜴 然後他是 江戶川亂部的小說 但是是由三島遊 幾乎改編的劇本這樣子 然後他還有演出共四次的 NHK的紅白歌合戰這樣 他就是 有欸 我有印象 你有印象嗎 因為我從國中就會看紅白 就有印象有這個人 然後還有他有負責一些旁白跟配音作品 比如說像最近有個成間劇 什麼什麼 瑪莉嗎 還是什麼的 是他負責 對 我其實對他的印象就是 他常常會配一些旁白 旁白的感覺對不對 嗯 然後最有印象的 就是我們剛才在看那個YouTube 他的訪談影片 然後我們聽一聽 然後一看他就說 啊 黃野女巫在 在講話 在講話 不 他就真的是他配的 他就是黃野女巫 就是他配的 重現 我覺得他配的超級好的欸 就是完全沒有違和感 可是我覺得該怎麼講 就是那個霍爾的移動城堡裡面的 所有聲音都很厲害 你知道那個霍爾是 那個 木村拓哉 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我大為震驚 其實好像網路上批評聲很多 就說他播遊民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本來就不是say you了啊 我已經覺得他有把霍爾的那個帥感 有感受出來 對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個很多妻的老藝人 而且到現在都還有在活躍 對啊 然後我們剛才看了那個YouTube的訪談 然後Hika就還默默的吐槽說 他的黃色的頭髮是正黃色欸 不是金色喔 在某一篇文章有看到說 他好像他身體不太好 好像還蠻年輕的時候就有得一些病 然後頭髮變全白這樣 所以才需要一直染色 哦 所以他本來就不用剖了 他就可以白色的直接上色這樣子 原來如此 這就是我們這週就是跟大家稍微聊了 就是 他其實一個傳奇人物 美如玉皇真的是一個很酷的人 他就是以前那個年代 就是 该怎麼講 甘出櫃就很了不起 對 甘出櫃的藝人 然后像是最近就很多台湾的媒体 是会把他跟吴康仁最近演的 华登初上的角色 有个叫做宝宝的 然后他就说就是觉得 吴康仁都可能有拿他做原型在模仿吧 也不知道 可是很常会把他们两个的造型 对造型 然后举动 然后放在一起比较这样子 还没有看华登初上2 我也还没看 没关系 我们之后去补 对我们真的 我太忙了 他也很忙 一有看完 哦真的啊 我第一集是一起看的 对 不知道大家觉得 好看哦 好看 台剧越来越强了 希望那些在中国 不想在那边被紧缩的 就可以回来台湾 我们欢迎王力宏来台湾发展 他应该 他已经在台湾了吧 他人在台湾了吗 他人在台湾了 真的吗 他那个雷锤 雷锤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他就冲回来了 罗志祥都可以了 王力宏一定也可以 罗志祥那个真的很励志 你有听那个吗 有 嗯 好啦 那其实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些 关于美伦明宏的一些意识吧 这就是比较少人有关注到的一个消息这样 好 然后 那我们就接着这一篇话题的单字吧 好 然后 关于美伦明宏 我们选了几个跟他有相关的单字好了 嗯 嗯 好 那第一个的话叫做 同性爱者 同性爱者 这个就是同性恋者 这个我们好像在很久以前的某一集 好像有分享 有一个那个 浴 浴场 然后上面贴不欢迎LGBT族群的那个 那一集 很久以前 很久之前 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讲过这个字 然后是跟BL 还是什么的 boys love 就是LGBT那几个全部都有 LGBT这样 对对对 好 那这一个字应该算是蛮简单 算是给 还是要再复习一次 大家复习 男同性恋者的话就Gay 很就是Gay 对 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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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女同性恋者的话叫做Lezbian Lezbian 嗯 Lezbian 然后这两个都是同性爱小 对 这样子 好 那下一个字 下一个字的话 Machiukegamen Machiukegamen 这个就是这周大家很常会用到的一个单字啊 嗯 这个就是手机的待机画面 嗯 就不是手机桌布 是你就是看时间的时候不是会按下iPhone吗 嗯 然后你的那个待机桌布的那个画面就会是 就是Machiukegamen 没错 然后可能就是会放上美轮明红的照片 嗯 嗯 那下一个的话就是壁紙 壁紙 然后这个就是手机桌布啦 就是你那个解锁之后进去的那个 那个主画面 那个主画面的桌布 对 所以这两个算是一组的字 嗯 都很实用耶 可是iPhone你要换桌布他就会问你嘛 你要同时设还是哪一个就好 对对对对对 他会问你 或者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这两个单字 哦 所以那个 壁紙 跟真的铺在墙上的壁紙 也是 是一样的同个字 对 哦 原来如此 像手机桌布就很明确的可以跟就是想那个叫什么 壁贴吗 我们那个叫什么 就壁紙啊 壁紙 壁紙 嗯嗯嗯 所以就是中文的话是分的很开 可是日文的话是同个字 对 好 那我们从头再念一次 好 那第一个是 同性爱者 同性爱者 就是同性恋的意思 待机画面 待机画面 就是手机的待机画面 壁紙 壁紙 就是手机桌布 就是主画面 嗯 嗯 那大家有学起来了吗 这几个字你就可以就是换成美轮明红 就可以说用这几个字去创一个句子啊 嗯 你的手机桌面换成美轮明红了吗 这样子 嗯 可以问你的朋友 在文章中应该找得到 对 这句话 这句话 所以就是这一篇跟大家分享的几个单字 嗯 嗯 那今天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是之声 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 优优独播放